他说是来参观 怎么没来呢 篮子要来参观 好啊 欢迎 欢迎啊 陈部长 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啊 一个字 降 降得厉害 不能这么说吧 他工作很积极 群众威胁也很高 这一回他来 是栽花还是挑刺 不好说呀 老河啊 看样子 你好像有点怕他 那都不至于 倒是有几个调皮的社员 一见他来了 这马上就老实了 小姑娘嘛 难免年轻气盛 陈部长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 篮子 你来整涉那阵子 他是团支书 十六七岁 咱俩小辫 陈部长 陈部长 怎么 不认识了 您忘了 牛角石 村西头 骑去 五五年整事的时候 您在我们家吃饭 有个小姑娘 站在门口 冲您直张 你要砍事 我就不给你拍饭 原来是你呀 我记得 在你家吃的那顿饭 特别香 好像吃的还不少呢 这么大的汤面饼 少说吃了三个 你妈的身子骨还结实吧 我妈呀 还能下地干活呢 真快呀 一个小姑娘 转眼当上知书了 扛大梁了 蛮子 你们队 是全县有名的先进单位 这次贯彻新精神 得带个头了 我正是为这个来的 好啊 新精神一传达 你们村的群众 都有些什么反应啊 哦 左财老周 在我们队里一传达 这群政的情绪啊 可热烈了 老何 你说清楚点 是热烈拥护啊 还是热烈反对呢 我是说 有的说赖 有的说好 说什么的都有 那你说呢 我 我听群众的 哈哈哈哈 蓝子 你都听得了些什么反应啊 说老实话 这个新精神 我们还不懂 有些老人说 新精神不新 陈部长 把地都分到户里种 那无保护 列军署 缺劳力的 可怎么办呢 这总共没有几户嘛 让劳力多的 烧带着干干就行了 还有些人说 大家都个过个了 那水利还修不修 拖拉机还用不用 那 你的意见呢 我想 要是这样下去 咱们集体事业不能发展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还表现在什么地方 问题不能这么看嘛 实行包产到户 只不过是把生产单位缩小了点 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吗 湾子 咱们这个地区 连年遭灾 困难重重呢 咱们当干部的 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要考虑到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农民嘛 小私有的尾巴 一时还砍不掉 实行包产到户 就能最大限度的 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这是目前救灾渡荒的最好办法呀 陈部长 陈部长 你看看去吧 徐贵同把水区的石头 全给拆了 这是我同意了的 地都分了 那水区就变成了死区 把石头卖了 也可以改善改善社员的生活嘛 你这不拆我们大队的台吗 张望 你是党员干部 拒不执行上级的指示 你考虑考虑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什么性质 你这种搞法 我不同意